大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昨天公布了 新疆深受恐怖攻击 监视录影器所拍到的真实画面 这些画面我在 今年两次到新疆的时候 我有看到过 可能那画面太惊悚了 那你想想看 这种来自境外所设计的 所培训的 所供给资源 而要进入内地里面 进入新疆 要破坏新疆人民的生活的 这种恐怖攻击 你看他那个对老百姓 无差别攻击 对所有的生活的那种恐怖袭击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 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接受吗 你能够不整治吗 相较之下 2016年到现在 新疆的人民是怎么样的安可乐利 结果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竟然可以这样丧心病狂 把大陆对新疆的 保护人权的做法 栽赃成是种族灭绝 美国这些领导人 可能以后都要下地狱了 太可恶了 当中国大陆当新疆 是在救人的时候 他说在种族灭绝 我近眼看到 而且所有的大陆 中国人都知道 在大陆少数民族 备受呵护的 考试受教育 都得到很好的优待 结果竟然说 种族灭绝 还无中生有 说有其中营 这是太可恶了 美国是自己干多了 种族灭绝的事情 西方世界 干多了奸淫努掠 干多了帝国主义 烧杀鲁越 跟种族灭绝 文化灭绝 这种事情 所以顺理成章地 去栽赃给我们中国 我们下期见